就跟他工作 他是一个很完美主义者 所以呢 我们在录的时候 肯定要录很多的take 然后在每一个字 然后去show啊 什么什么时候 哇那个过得是很煎熬的 他要把那一句录到最美 他才满意 他很厉害的地方 是他可以把花语 我觉得很少歌手 可以把它唱得这么的顺跟美 他可以把很难发现的东西 唱得很好听 我们去的最多应该是博物馆 然后再来是有一个地方 叫什么Bistro Vallée 之后再提供 是吗是村庄 他不是 他是一个餐厅 那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Crabbley的地方了 对 我觉得韩国人 韩国K-pop来讲 其实他们一直有做到这件事情 就把体态弄好 然后穿一些大家不敢穿的衣服 所以我一直都把自己的体态 希望可以控制到 一直可以穿那样的衣服 然后希望可以一直挑战 这种服装 哈喽 捧桌 你这个周末要干嘛 周末就是用来宠爱自己的 而我陪你一起享受 每一个珍贵片館 好好过周末 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共度 L Weekend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Stanley 我是耳机里没有音乐会死的Sylvia 小姐小姐不好意思 你刚耳朵在听什么 我在听饰演版的秋佛 等一下我想要换一个答案 这个好老梗 还是你要 我要 汤汤 呼噜 呼噜 对对对对对 这首歌好了 那很好奇今天我们来这里 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法式生活 那今天我们请到了法式生活观察家 这是我们的凯尔 Yo what's up 放放放放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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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一点 今天你耳机里面是什么音乐 耳机是什么音乐哦 今天凯西有出一首新歌 叫say 你晓到凯西吗 凯西是他算lo-fi的一个音乐人 然后很早期就在SoundCloud发 然后他今天好像发新歌 他已经隔两年没有新歌 所以今天有听他的新歌 你之前也是发了一首新歌吗 Don't Stop That's right 就是深夜在听 现在不要听 对啊 上班不能听 深夜限定 上班不能听 上班不能听 因为我有特别在Spotify 有标说Explicit 就是18斤的 不太 对啊 18一下最好不要听这种东西 那音乐在你的生活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现在其实反而会听很多Podcast 然后很多的电子书 就是Audio Book的那种 所以应该算一半一半了 对 那音乐的话 其实我还是听美国音乐剧多 就是我很常听Big Bang Big Bang是我从小爱到现在 但太阳上礼拜 man 我有去 我有去GQ的第一天 然后呢 他那时候就是有透露说 有一个很大咖的嘉宾会来 然后说 oh man who 然后会不会是我这一天 结果不是我那一天 但我因为我隔一天 在高雄有个表演 所以我就必须往南部 you know住 但是 我就有问崔的粉丝 在thread上面说可不可以拍一些太阳的照片给我看 因为Big Bang来 每一次我都会去看演唱会 啊 这是铁粉 我是铁粉 我是太阳的铁粉 我很爱太阳的歌曲 GD也是啊 我觉得整个Big Bang我都很爱 太阳不是有一首那个 Ringa Linga Ringa L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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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演的歌好奇特哦 诶那首歌很帅 很帅 超帅的 真的 其实我也算是Big Bang的那个年代的 酷耶 哦那你最喜欢哪一首歌来啊讲啊 我喜欢太阳的炎口鼻 哦 对 那刚刚讲到K-POP 你觉得K-POP 如何影响你的 你的创作跟你的音乐 我觉得有很深深的影响吧 因为K-POP 它有趣的是 它会综合很多元素 它会综合很多现在流行的 或者它会觉得 它会看到未来流行什么 像最近你看New Jin 就是开始结合New Jack Swing 对 就是一个 他们拿以前的元素 然后把它变成新的 那我觉得K-POP最奇妙的地方是 它每一个段落的编曲 都会需要不一样 所以它可能在组歌 intro的时候不一样 组跟intro的时候不一样 prechorus不一样 然后副歌再不一样 然后第二次组歌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造成我们音乐制作人 在卖歌的时候会很大的困扰 就是以前做音乐 我们都会做一个beat 一个8bar loop 16bar loop 这样就差不多 像你以前听很多那种 Genie Wine你有听过吗 一首叫Pony You're a pony Let's do it 它就是它整个beat 只有8拍 然后全部都不能重复 但是因为K-POP加进来之后 每个8拍都要换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那个 你就看到我们在编曲那个框架 就越来越满 然后颜色很深 就是对很复杂 但是它这样做的原因就是 它让听众不会腻掉 而且它可能可以吸到各种听众 没错 喜欢不同style都有办法 对那像前期很流行的就是所谓的 I'm a piano 就是那个Tayla那个 Make me swim Make me harder 那这个你就会在那个什么 有一个团 Let's a film Let's a film 对他们有一首歌也蛮像的 那就是你会发现 现在流行什么 然后韩国就很快的 可以做出类似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 几个月后 你就会看到更多New Jack Swing 更多这种比较old school hiphop的那种 J-pop也是吧 那种风格出来 会觉得过去年代的音乐 就是又回来的感觉吗 还是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有在持续 我觉得它会融合现在流行什么 然后去做以前的结合吧 我觉得像fashion也是一样 就是以前 像之前是流行skinny jeans 那现在就变成我们要穿宽裤 我记得阿兴你们知道吗 阿兴有拍一个reel 他就说 诶 就是skinny jeans要怎么搭配 然后他就是丢在垃圾桶里面 哈哈哈哈 最近不是还有说什么 已经不能穿怀袜了吗 怀袜是上个年代的事情 就是说的millennials 不能穿那个 千禧的年代不能 我们都会穿那个 ankle ankle sock 那现在我们都会穿长的 现在在路上看到高的就认真 哦年轻人 你看我今天也是 高的 高的袜子 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奇妙的是 那个像Puma 最近大家在穿Puma 我们那个红色的 Race Speed 那是Racer 哦整个Paris都是那个鞋 对 我就是哇 OK Alright 现在大家要来这样 然后因为以前我们 我以前跳breaking的 嗯嗯 然后breaking 我们以前是流行穿那种鞋 所以但 以前你看那种鞋不会觉得很潮流 但现在看着觉得 好像蛮帅 有 对阿 我们好像要买一双的 我觉得他们很 就是商人都蛮厉害 但我会控制你mine set 就说现在是什么酷的 你就是去穿 可是其实是都可以 其实都是同的 试试看 对阿 不同的时间点看 对 刚刚想要问就是K-POP的印象 那你觉得华语音乐可以这样做吗 就是去mix很多新的东西 或是可以像韩国那样操作吗 其实是可以做到 我觉得还是可以啊 只是 我会觉得台湾的观众 会慢 很多人 一些国家 纪念 对 这是一个我觉得 可能是我们的听音乐的文化 的方式吧 所以我还是觉得像滑流还是很流行 但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像高尔萱 他做Without You 其实他一直结合了花流跟Hip-Hop 那种东西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一直都有人在做 那我觉得像以前像黄力行好了 他其实也结合了很多 EDM的音乐 就是他那一张黑色什么的 他有一首歌叫无神论 对那首超好听 Atheist那首歌 我到现在听回来觉得那是很吵的一首歌曲 很前面的 嗯很前面的歌 那你自己在写歌的时候 你会考虑就是竞赛型或是市场型的这种创作吗 我现在的思考模式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的思考模式 我的歌曲要怎么跟观众一个连结 这是最大的 我现在不会以我现在喜欢纯粹喜欢什么 因为我喜欢什么跟观众没有关系 OK 我会说那我这首歌要怎么跟观众一个连结点 这是我目前最大想要去探索的地方吧 因为当观众听到说 哎这个东西跟我有相 或是他有参与这个歌曲的内容的时候 他反而会更喜欢这首歌曲 对啊 那我刚刚讲说竞赛型 就是他可能拿去比赛的或是得奖的 譬如说竞赛奖 有这样子的意图 或是这样子的你有想法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 呃呃 在台湾创作的歌手 其实真的都是不会去想这种 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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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以这个为目标啦 你怎么讲的好小心翼翼哦 哈哈哈哈 你要贴你要别贴 对对对对 我看他那种冒汗 哈哈哈哈 是是我要cue 是我要cue 就是那个呃 最近那个西西 森盛西就是得那个金曲奖嘛 然后我就是看到他在那个IG上面 有tag你 就是特别感谢你 就是呃 对于他这个创作的注入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 哎 这一次的创作是你有参与到哪一个部分 那一半张专辑 我我我我小时候没有对外这样讲过 嗯 但就是那一半专辑都是我做的 哈哈哈哈 因为我我是很讲求vibe的一个人 嗯嗯嗯嗯嗯嗯嗯那我们刚好那时候去巴黎的时候 他有去 哦哦 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有去罗浮宫 然后做一些 呃舞蹈的challenge 嗯嗯嗯嗯嗯三下 然后有裝个叫bounce 他在那首歌 我们在罗浮宫就是 在罗浮宫里面跳这首歌啦 那 呃 我觉得西西很棒的是 他很厉害的地方是 她可以把华语 中文 唱的 很 嘖 我觉得很小 歌手可以把它唱的 这么的顺 跟美 就是因为 中文会有 上下声嘛 就是注音来讲的话 会有很多的神 所以当你发某个音的时候 你会听起来很怪 但他厉害的地方是 他可以把很难发现的东西 唱得很好听 所以那时候我在录他的时候 我觉得哇 就是他今天可以 我可以随便给他一个报纸 他可以用报纸 他可以把他唱得很美 就是他最厉害的 就是你可以给他任何的文章 他还是可以把他唱 念报纸上面的文字也可以 你可以下次 你要碰到他的话 你可以叫他做这个challenge 就给他一个b 然后他就是可以 他可以很顺的这样的 带过去 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是因为accent的关系 还是因为他的构造不太 我觉得他懂得怎么 使用每个音 然后再用那个音转成 好听的吧 因为我们就像韩文 跟英文来讲 其实他可以很顺的 变 就是像我们写demo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用 韩文的发音方式去写 但是你会在demo听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 好像蛮顺的 但是你用中文的话 就会很怪 我在什么 罗浮宫 在跟你这么碰面 就是还是很妙 所以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 对 我只是帮他拼好 他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刚刚讲到说 就是把华语唱得很不像 我觉得你也是蛮厉害的耶 在这方面 我都很少唱华语 对啊对啊 就是我就是 听 还不是线上来一个 来一段 因为其实就是 因为我也不是音乐专业 但是就是听凯尔的歌 会真的觉得 可以听到别的国家 其实欧美的是真的 可以听得到的 对对对 那刚刚会就是好奇 创作这部分 就是因为西西有特别感谢 那就是也谢谢凯尔 跟我们分享 说西西还有就是 参与的这个部分 其实功劳都是他的 因为他是这个统筹的制作人 那就是 就跟他工作 他是一个很 我必须说 他是一个很强 那叫什么 完美主义者 所以呢 我们在录的时候 肯定要录很多的take 然后在每一个字 然后去show啊 什么什么时候 哇那个过程是很煎熬的 我以为他是行走的CD player 所以他也要录很多鬼吗 没有他是行走CD player 没有错 但是他是行走CD player当中 他会再更挑剔 OK 他要把那一句录到最美 他才满意 那你自己觉得你是完美主义者 我是一个vibe的人 所以两个其实蛮搭的 因为他在要求这个很 很critical的地方 他要说我在一个 我说 nah it's good man stop 有时候可能到两三点 然后在那边 我应该会挂掉 但还是 我觉得他很棒 所以他才会有今天的成绩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 就是你们去巴黎 然后罗浮宫 有一起试着去做一些 有趣的事情 对 那在那边你有没有觉得 你的音乐的想法 或是你创作有被激发 或是因为有些事情 在巴黎才成立的 或是有些火花 我其实去那边 我就有发现 我不是个很浪漫的人 因为那边太浪漫了 everywhere 连你都这样说 因为那个太 那个是我会觉得 我想要拥有的 就是 他们的生活方式 哦不要就不要 没差 就是他们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他不会 因为什么市场 干嘛干嘛的 而且我今天就想修店 就修 所以 我那种 风格跟我们亚洲文化 其实差蛮大的 但是我会 恳求那种 那种风格 然后我觉得他们穿着也是 就是我记得 我有一次天早上起来 然后想要去运动 然后就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爸爸 穿着西装 搭领带 推着婴儿车 然后这样出来 我说 Damn 要去哪里 要去哪里 但他其实去个公园 陪他的孩子 玩 所以他们就是那种 私底下 像我们去7-11好 我们可能就穿个妥鞋 他们是那种 不管怎么搭 还是感觉 好像是时尚 catwalk 的那种感觉 对啊 很棒 很romantic 我现在刷一个 Instagram 就是有一个短影片 然后就是一个 他找了一个 巴黎的 穿得很好看的 对 爷爷吧 然后就给 请他给我们一点advice 他就说 be strong and work hard and dress well 就是那个 dress well 很重要 其实 就是他代表 你 怎样present yourself 对这个世界的意义 是什么 对 就如同uniform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要穿制服 因为那就是一个身份上的一个代表 那这一次的 L weekend 就是希望 透过八个主题 然后请不同来宾来聊聊看 他的周末怎么过 然后从中可以给 呃 大家一点 就是周末的灵感 OK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开了 周末对你来说重要吗 因为我已经 有时候 不知道过到哪一天了 所以有时候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 我刚刚应该回答这首歌 对 你是不是叫他接一次 每次星期 今天真的是星期五 今天就是耶 今天是耶 重来重来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 真的太洗脑了 每一次离带我都会这样 那 我的周末跟平日 其实没有差太多 对我来说就是 everyday is the same 是因为你创作的时候都是 嗯 压在一起吗 还是 对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反而不希望 周末出去 嗯 因为周末真的太多人了 呃 然后我反而喜欢平日出去 所以 我 周末我基本上都会在家 比较多 那平日的话 就是跟朋友 maybe 他要去 吃饭 跟他陪一下 但礼拜天 我应该都是 会去教会一下 然后再回家 所以我每个礼拜 应该都是大概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嗯 其实你的周末蛮固定 行程的 可以这么说 我其实看起来是一个 生活很丰富的人 对吧 yeah 看起来是 难道是错觉吗 难道是 但是我是一个 我们的粉 对 我是很喜欢待在家的人 然后我 我上个月 我去了美国 十天 十二天 哇 我到美国第三天 我就很想家 因为我两只猫 嗯 所以呢 我每次看到我猫的照片 我就很难过 对 但是 就是我还想要回家 你有用那个 就是 CAM 去 我没有 监控他们 今天好像可以 你又随时可以看到他的 对 我想要买这一个 但我就发现我回家的时候 完全不认得我 哈哈 因为太久 十天而已 其实还好 就很奇妙 感觉 哦 他们在生气 没事吗 嗯 他也是故意不想理你 真的吗 觉得说你好像 本人他们太久 因为我两只啊 还十天 对 嗯 OK 但我都是一个 片比较宅的人 那在家里的周末 你都怎么过 有一些 特别一定要的仪式感吗 看动漫 哦 我是一个 呃 像Netflix 每个礼拜六 都会出新一集嘛 那像最近 大家追的就是鬼灭 鬼灭 嗯 那 鬼灭没有了 我就会可能回去看 一些之前 我 我觉得top ten 的 的 十个 我觉得很厉害的动漫 那有一个 我最近又重新看一遍 是禁局巨人 哦 禁局巨人 对 呃 然后再来是 怪兽八号 哦 怪兽八号 我也有看 我也看了 对 你也有看 真的假的 我在办公室聊这么久 你都没有跟我聊 我是不是就是 好像我没听到 没有听到 我可能没有听到 那你有看漫画吗 我没有看漫画 因为很多人说 呃 那个动漫风格跟漫画风格差蛮多 差蛮多 但我喜欢动漫 你喜欢动漫风格 像近期有一个叫独自升级吗 哦 我独自升级 你有看吗 Oh my god high five high five 你要给我high five 你 你 很干耶 因为我流手汗 我刚不好意思 真的是不好意思 因为Sore Leveling 就是独自升级 我好看到 我直接去翻漫画 其实它是个寒漫 有 寒漫 然后我就是把 我好像两个 深夜 就把它翻完了 太好看了 他是真的很喜欢 那那那真的是认证 周末可能真的没出门 我们今天可能问不到什么 对对对对 问不到什么 有趣的周末tips 你让我掰 还是给掰出来 要掰一个吗 不用不用 我觉得这样很棒 我都fake sober you know 你都在fake sober吗 No way 你知道fake sober多少人吗 是几包啊 那太可怕了 很可怕很可怕 我不行 我每次挖对了 然后说某某艺人在fake sober 我说 Damn 那边到底是几个艺人在那边 很狂耶 太夸张了 那OK 那我们问出了动漫嘛 然后 那 那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 跟音乐有关系的用法 对 就是跟法式有关系 你要艺术性的东西比较多是不是 可以可以来 可以来一点 我挤一些出来 OK 所以那我们 我们如果这个weekend 可以聊聊 你在法国或巴黎 有度过 有度过weekend吗 有 有 可以讲一下 这个weekend怎么过吗 因为我是一个 不会搞形成的人 但我会请 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团队们 像我的化妆师 他就是 规划了每一天我们要去干嘛 嗯 OK 那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叫小皇宫 就是 那个叫什么 什么 Petit Palais Petit Palais Petit Palais 因为我去每一个国家 我都会希望去他的博物馆看一下 因为我很喜欢看 雕像画什么的 就装艺术啦 嗯 拍拍照 然后打个卡 就至少让自己沉浸一下 那个气息啊 敬移一下 闻一下 对对对对 那我就是 我们去的最多应该是博物馆 然后再来是有一个地方 叫什么 Bistro Valais Bistro Valais OK 之后再提供 听起来像是一个村庄 对 是吗 是村庄 它不是 它是一个餐厅 啊 然后是一个会需要排队 没有办法定位的餐厅 那 那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Crembole 的地方了 对 那 我们就是每天都在吃美食 然后看 呃 然后再来是shopping 啊 window shopping 不能买 window shopping 太贵了 OK 那你舞台上的 造型 你会自己有一些idea吗 还是其实 就是交给别人 well 现在的观众 就是要我一直拖啦 所以呢 我现在只能买白背心 哈哈哈哈 你看好拖 还有黑背心啊 我记得一开始 你 你可以穿得很辣 是 一个很黑的 so 我通常会喜欢穿crop top 对 crop top 就是 因为我一直想要挑战 呃 为什么 在fashion walk的时候 大家敢穿 但是在表演的时候 大家不敢穿 那因为其实最重要就是在体态的部分 就是 因为每个model们为什么都是帅帅高高 然后体质 就是体质很低啊 因为那就是 我觉得衣服最好看的状态 嗯 就是要那样子 所以我一直都把自己的体态希望可以控制到 一直可以穿那样的衣服 然后希望可以一直挑战 这种服装 因为我觉得韩国人 韩国kpop来讲 其实他们一直都做到这件事情 就把体态弄好 然后穿一些大家不敢穿的衣服 我就是一直想要挑战这个东西 对 我觉得这个很赞 我希望可以越来越 对啊 越来越好 嗯 其实我觉得欧洲来讲 最会做kpop音乐或者做流行音乐应该是瑞典 我最常应该是跟瑞典人合作 因为瑞典的政府他们有补助他们的学生 就是你今天学音乐 政府可以完全的补助你 所以他们从小就是有被栽培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很多创作影 很多时候都是跟瑞典人合作 法国人其实好像没有太大的机会 嗯 但我知道在法国DJ EDM is a big thing 就是一个非常厉害 所以我那时候去 呃 一个party 我说哇我吓到 it's like it's crazy 因为 Silvia有看到一个资料就说 其实法国算是对于 哦 我还以为是我的资料 哈哈哈哈 你在这样是谁 在心理一下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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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法国对于呃 外 就国外的音乐都还接受度蛮高的 之前呃 在看到一个资料是说他们的kpop concert 算是呃 欧洲数量算是很 很很多的 就是可能比起伦敦或者其他的城市这样子 对 你说演唱会吗 嗯嗯 kpop的那边的粉丝好像就也蛮多的 对对对 所以有看到这个消息 因为我们就想说 诶 法国巴黎相送 这个category还存在吗 因为它可能就是对应 比如说在韩国就kpop很强 嗯 那法国流行歌是什么 就是 大家觉得很好奇 但没想到他们对于 外来的音乐跟文化也很 就是很 很接纳 然后也很 就是拥抱这些嗯 就是多元性这样 对对啊 有一个题目问到说 你在国外自己做饭 或是有没有这个经验 然后你会听什么样的音乐 你觉得是match 跟你刚刚提到那点很像 呃 因为我早期是住在休斯顿的技术家庭 嗯 那我们都很多时候需要做自己的的的meal 嗯 对 那其实我以前就是满满的hiphop音乐 那我们小学最听爱听就是阿姆啊 阿姆跟康耶 那 对我小时候其实成长到现在 我觉得我很多的文化 其实都是被这些black music 嗯 hiphop music所影响 呃 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BET black entertainment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那是一个 可能很多 台湾人不知道的一个channel 我们会知道MTV啊 嗯 那VH1啊 它是比较音乐性的 但是有一个channel 是for black music black african american 嗯 专门的一个频道 然后就慢慢可以听到很多那种hiphop音乐 然后很涩的很脏的都在这里面 对 所以我的文化背景会比较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讲英文的时候会有一个黑人腔 嗯 因为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是南部嘛 然后刚好我的同学们都是 就是墨西哥人越南人跟黑人 就这样 我反而应该是在里面 我应该是唯一的台湾人 所以我那时候十年了 我都很少讲中文 对 所以我的文化背景可能跟你们的 法国的不太一样 再处造一点 会很tough吗 就是那一段时间 it's so tough 呃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九岁的时候 那我不会任何的英文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 我要填考卷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 are you male or female m or f 嗯 ok 那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 因为我看不懂 然后我就可能问老师 老师 am I m or f 那就是问 然后就大大狂笑你 狂笑你 那 因为可能我那时候很胖 然后戴着眼镜 所以就很常会被霸凌 小学的时候 嗯 对 那国中更 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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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高中就好一点 但是 我觉得 因为我经历那个过程 我就知道说 哦 其实 对待人是一个很 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的心啊 人与人的互动 所以 嗯 很tough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 我蛮珍惜的一个成长过程 嗯 算是后来有用音乐跟他们沟通到吗 我觉得我 一定会 一定有被影响 就是 这一种 你 我觉得可能是网路上吧 那网路霸凌其实也是很严重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随便讲一些话 没有 关系 但其实有时候 你可能随便说一句话 会伤人一辈子 会 他可能带着伤痕 然后到 到很大的时候 他还是会影响到 掐脖子这件事情 这么 很舒服 很爽 这件事情 那我就开玩笑 说 你就掐了掐 掐了他没办法呼吸 的时候 那最好不要呼吸 OK 很好笑 很多人觉得很好笑 就是 那分享快 但是有一个粉 就是说 现在的小朋友 也许 不知道你在开玩笑 他也许真的会做这件事情 那我就想了很久 的确 假如说我现在的行为 会造成 一些人 可能 做出 不对的决定的时候 我觉得当艺人 或者是当这种 有影响力的 其实 一定要有一些责任在身上 就是 一些话不能随便讲 你要 你要那个灰色底带 你要拿捏得很好 所以我一直都会 去思考的时候 会学习 每个过程 就是 我要怎么让 别人的生活更好 让他们的思维 再更好 我不来 是来散播 正能量 然后让你们开心 我绝对不会希望 你去做一些 不该做的事情 对 所以我会想 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我这样 我录Q&A好了 很多人觉得 我可以很快速的 爸爸爸爸录 没有 我每个Q&A 我可能从 一千个问题里面 我会扫过一遍 然后会花六个小时 回答十题 No way 你花六个小时 That's right OK 我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中末都没有出门 That's right 像我昨天有发 问题 让大家问 我那个已经花到 好像有一千多了 但是我今天晚上 回家的时候 就要凌晨到三四点 我都会回答 可能会去选 十题来回答 因为我每一个回答 我都会思考说 我会不会offend 到一些人 然后再来是 我必须用有趣的方式 吸引到你之外 同时可以教到你 什么是对的 或是不对的 所以他不是一个很 很多人觉得 我好像很放 很free 但是我没有 我是 想过的 我是有想过的 每一个 都会去思考 但是同时想过之外 我还要做出突破性的东西 这是最难的地方 对 好用心 好用心 就是在突破的时候 也要 就是 把所有身边 所有负面的东西放进来 你不用去抵触他 而是接受他 其实就会有心里面的平静 跟好的 对 weekend 生活提案 这是我好像曾经有一本 叫meditations 是那个 有个大帝 那家庭叫什么名字 他是四大贤弟 就是 富有的那种 他也就是说 他是个王嘛 Roman Emperor 然后他就说 他这个书就是他的笔记 然后他就说 你就是要接受 你掌控的人 就会有一些人 想要弄你 但是你要去接受他 因为你是一个王者 You have to accept it 然后我说 man like 他从以前就是 你刚刚讲的很对 You have to accept everything Yeah Be yourself Do what's right 好 太震惊了啦 那你又被霸凌 我们向他分享一下被霸凌的事情 我想说我前几回有被同学拿起来舔过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霸凌 就是你 就是有被霸凌之后就霸凌别人 就是一个好的循环 还是一个轮回啦 好的循环 不好的循环吧 就是那个force需要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 思考这样子 That's right 好 那 想要聊一点浪漫的事情 对对对 应该要进到最后一个part 对对对 我们到最后一个part了 你有过这么 这么 这么浮夸的来宾过吗 应该有吧 还是没有 最近没有 最近应该就是 对 最近在忙什么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呃 因为我会 呃 我现在的角色也许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一直会持续 发音乐 然后会去表演啊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的IG 未来我会会飞 更多地方 像11月跟11月会去美国 所以要是你有在美国的话 关注我的IG 对 然后 yeah 然后我会一直 背来下去啦 所以 好期待 期待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凯尔 和我们分享他的周末 我应该不会再回来这partcast 下次再邀请你 印尿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的L Weekend就到这边 告一段落了 那想知道更多节目的讯息 可以 关注L官方各频道 包括脸书 IG YouTube 还有Podcast 那希望大家 喜欢今天的企划 请多多订阅 分享 按赞留言 祝大家有 都有一个美好浪漫的周末 我们下周见 Au revoir 啊